高以祥录制综艺节目《追我吧》晕倒猝死后 浙江卫视无疑成为了众使之的 追根究底一切皆因其处事态度 事发后浙江卫视除透过网络声明稿外 人未出面说明事件过程 遭网友痛批冷血 而且声明内容称第一时间急救 会负起责任更被网友只根本说谎 如今众说纷纭 高以祥的致死原因违心原性猝死 浙江卫视在法律层面占无虚为奇的死亡负责 然而在道德层面 导致这一惨状确实与节目组的安全保障不全 医疗措施不当脱不了干系 然而即使全网在线声讨浙江卫视 圈内好友发声明不平 央视报道直级痛点 依然无法为高以祥换回一个公平的交代 但和真诚的道歉 黄瑾瑜现场着急爆粗口 陈伟霆前程祈祷来看 他们所受到的惊吓并不比网友少 毕竟他们也是受害者 而备受争议害谩骂的当属浙江卫视当家主持华少 网传现场有护士想要冲过去给高以祥做心肺复苏抢救 可是被节目组拦下来 说他们有医生 不少网友爆料 当时拦护士的人就是华少 高以祥去世后 不少网友指责华少 当时说谎了以致放弃了向观众中的医护人员求助的机会 一时间 随着事件的持续发酵 舆论纷争不断 华少从浙江卫视辞职的消息也传了出来 面对辞职传闻甚嚣沉上 华少亲自发文否认已表决心 声称家是浙江 辞职不是他的选择 华少再次表明自己的歉意和愧疚 要负重前行还感谢大家对他的爱 面对如此多的非议 华少依旧选择待在浙江卫视 不少人表示不理解 有知情人士到处引擎 称华少业务能力很好 也被别的台挖过墙角 在高以祥猝死后 华少确实想过解约辞职 可是浙江卫视不想放人 给华少开出了巨额违约金 面对这种情况 华少只能有苦难言 巨额违约金令其止步 他同时又担心如果强行解约 自己家人受连累遭报复 毕竟家人都在浙江生活 所以华少根本无法脱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